来 闭上 你别靠近我 别这样 小七 我宁了 我就是个灾情 我会害死你 就算你是我的灾情 那我就是你的福星 来 屋里热 小七快 来 我给你更衣 你别弄 来来来 之前有件事 我一直想不通 现在看到小七和方烈这样 我总算是想通了 你想明白了什么 以小七现在的身价 其实根本不需要再继续工作 原来 小七坚持留在公司的理由 可都是因为你啊 小七的身价 怎么了 小七很值钱吗 别说了 点菜吧 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小七跟方老分手之后 可是在方董事长那里 拿来巨额分手费的 不可能 小七不是那种人 其实也没什么 小七是个聪明人 知道这样来钱快 可不 刚跟哥哥分手 立马就跟弟弟好上了 平常人可没这个头脑 够了 没错 我是在董事长那儿拿了钱 但是我跟方烈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如果你想靠这个为难我的话 那对不起哦 我可没时间陪你玩游戏 你们吃 我走了 小七 你等等我 小七 你等等我 你欺负一个拆小七就这么有成就感吗 我只是为你感到不公平 他把你当什么 长期翻票吗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不需要你插手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的事我当然可以管 男朋友 这个游戏你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 我是想过要弥补你 可你今天的行为让我觉得你不值 就为了一个拆小七 你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他的名字 他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跟你就更没有关系 我先走了 我不许你走 樊老 我走了好久 才再次走到你面前 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了 那是投行里耽误虚发的江小姐 你在我这里沉默的成本已经够多了 该怎么成全你自己 你比我还清楚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 你们先上 先上 先上 好笑笑 你们去哪 进来 你为什么这么堵住我 为什么这么堵住我 刚刚电梯人太多了 那你现在可以靠过来了吗 我 我很可怕吗 没有啊 那昨天在江雪面前 你为什么不拿出平时对我的样子 我倒是想了 还不是怕别人知道你的事情 我不要你担心我 我真的很想跟你保持距离 每一个我分手的女人 只要她们得到她们想要的 就可以好聚好散 那为什么你不一样 为什么每次我靠近你 我就简直像个病人一样 我靠近你我才胜病 那你肯不肯看着我 那你敢不肯看着我 看就看还能少块肉吗 我是绝对不会喜欢上你这种女人的 我今天就从你的眼睛里 看到我们所有的过去 所有好的 不好的 我都想知道 你你你别靠近我 你一靠近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 个大队 可以吗 我会想知道 你这个不想知道 你这个不 thinkers 你这个不想知道 都给我们 你和大队 别靠近我 我这死不一切还要厉害 我到底怎么了 你没事吧 别靠近我 我求你了 你快想麻烦出去 我控制不了多久了 电梯我一定要先去的 你快点想麻烦出去 方总 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了 马上找出原因 技术人员正在检测 您再坚持一下 我马上就好 你有电梯恐惧症吗 没有 别靠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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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 你别靠近我 别这样小琪 我宁 我就是个灾情 我会害死你 就算你是我的灾情 那我就是你的福星 我不会死 你也不会死的小琪 哪里 我爹 你不想思认 全这方面 快点出去 洗澡 快点出去 不行 我未证不了多久的 你快走 我说什么 起来 快点走 别动我 起来呀 别动我 别管我 快出去 走 出去 放走 我们一起 放走 出去 放走 你快出点放走 放走 出去 放走 放走 我说不了你出去的 我现在能量 小红很大胆 很难让电梯 再看一次吗 你为什么不出去 因为我知道 你很恐惧 我不可能一个人出去 如果我出去的话 那恐惧的人就是我 我宁愿待在这里陪你 我也不要一个人出去 经历那种失去你的可怕 你都忘记我了 还有什么好失去的 没错 你在我眼里 就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每一次我一想你被欺负 我总是很生气 如果我是方列的话 我早就替你把那些巴掌 一个个伸回去了 可是我今天是放了 我不可以这么任性 我只能在远距离 默默地关注你 默默地关注你 你 你还咋活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